这份数据呢是电商平台的数码电子产品的销售记录 那这里呢因为这份数据呢是来自卡口上面 而我看到这份数据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先这样来理解 就是我看到这份数据的时候呢 可能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我可能会比较感兴趣 就是说这些产品的品牌啊 它品牌下面的品类啊 以及它的销售额啊销售价格啊 这些呢是比较我比较关心的问题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是 这个PPT的一个制作背景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份数据它拥有的一些features栏位都有什么 第一个呢是event time是购买的时间 然后总类呢就是购买记录 然后产品的编号 然后品类的编号 以及品类说明 然后还有品牌以及价格 接下来第一步呢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工具 我们需要做数据分析的工具 load 下来 这里的工具呢 我们主要会用到两个 一个是tidyverse 一个是reships tidyverse里面呢 主要有这八个package 这八个package呢 它打包在一个里面 这些都是最常用的一些工具 第二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把数据读取数据 读取数据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读取数据这里 我们会看到它的总共的记录条数呢 是2633521条栏位 colins是八个栏位 而这八个栏位呢 也就是代表我们所看到的purchase history的一个 它有哪些features 就是刚才前面在content的部分 我们也有看到 就是它包括event time order ID product ID category ID 还有code brand price user ID 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这份数据的时候呢 可能需要注意到的一点 它虽然是一个purchase history 是一个购买记录 这里呢 它的user ID 它只有一个user ID 其实我们对消费者的一个画像 对消费者的一个画像呢 它可能会包括它的年龄性别 以及它的一些购物习惯 还有它的学历背景啊 这些数据呢 可能需要来自别的途径 而在这里 我们拿到的这份数据里面看到 它只是一个user ID 其实做分析的时候呢 这个用处可能不是很大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话 最主要的我们就可以从这份数据里面 看的就是品牌品类售价销售额 和这些是可以来做这份数据分析的 然后下一步 首先我们要把这份数据里面 我们会看到这个event time呢 它的一个类型是character character的类型呢 我想把它弄成时间 时间的一个数据类型 所以就用这一个at date 这个工具把它变成了时间 然后我同时创建了一个colon 这个colon就是date 然后我们会看一下 当我把这个 把character的数据类型 换成了时间的数据类型之后 我们看一下之前的event time呢 它的一个class是character 然后到date的时候呢 它就已经变成了数字了 因为我要把时间变成数字的类型 是因为它可以参与到计算里面去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date里面呢 它的最小的一个时间标度 是1970年的1月1号 其余的都是2020年的 因为我主要要看的是2020年的数据 所以1970年的数据对我来说 我可能要把它从里面剔除掉 所以我就把这个1970年1月1号的这些数据呢 就把它从这一整份 从260多万条数据里面拿出 1970年那部分数据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按这个品类来看一下 有多少个商品的品类 商品的品类呢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509个 509个的话 在这个data frame里面呢 我们就是看一下前10个 前10个里面 我们也有个看到 品类卖的最好 卖的最多的是smartphone 智能手机 然后下面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哪种产品 它的这个品牌 品牌是卖的比较好的 哪个品牌卖的比较好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三星 三星卖的最好 其次是 Apple 然后后面就是Apple和华为 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三星这个品 三星这个品牌是远远比其他的品牌 要卖的好得多 第二问题就是我们看一下品类 产品的商品的品类 哪个卖的最好 智能手机 其实这个的话我们开头 在我们按那个品类归类的时候 也看到是智能手机卖的最好 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 看一下哪个牌子的智能手机卖的最好 还是三星的 三星的手机卖的最好了 然后我们来取一下 品牌里面智能手机品牌前六位 排名前六位的一个 我们看一下每个品牌的一个价格分布 这个品牌呢第一位的是三星第二位是华为 苹果 OPPO小米和荣耀 在这里我们要看一下他们的一个价格分布 价格分布的话我们看看到的是以红线 红线是在250美金为借的 为借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苹果 苹果的大部分它的一个产品的价格分布呢 都是在是在一千到七百五十之间 然后其他这几个其他这些品牌的剩下这些品牌都是在两两百五以下 然后我们可以用 box plot 也就是箱形图来看一下 箱形图我们也看看到在这里的话价格的中位数里面 除了苹果是在上面的其他那几个都是在下面的 以红线红线就是两百五十的一个分界线 那就是苹果都在上其他的都在下面 然后我们看一下价格的平均数和中位数 看一下他们会不会相差很大 那我们看一下智能手机里面的话 按品牌来分的话 其实平均数和中位数都不会相差很大 但是这里我们会看到三三三星 三星的话在价格标价就是智能手机的标价方面 平均数和中位数会有一些出入 还有接下来就是华为其他那几个牌子都差不多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价格平均数和中位数 看苹果 苹果的话 他的价格的中位数是七百六十四平均数是七百六十八 相差不大 那么最重要的是看一下华为了 华为是一百六十二的中位数 二百零九的平均数 三星是一百六十二的中位数 二百五十二的平均数 这个差异会比较大 然后我们看一下按品类来 看每一个品牌下面的标价 这个标价是一个平均价格 首先我们看一下苹果 苹果的话苹果的品类有商品的品类有十一个 然后我在这里按了一下销销售量销售量销售量销售的数量 这个前三个我们就看前三个吧 前三个苹果来说就是智能手机耳机和智能饼 图的形式 图的形式呢就是按价格由高到低来分布了一下 这个 荣耀的话荣耀前三也是smartphone headphone close 嗯也一样是跟苹果是一样的 也就是智能手机 耳机和智能手表 华为华为的品类有八个 卖的最好的前三位啊跟前面两个是一样的跟苹果跟荣耀是一样的 这是价格一个排位 然后oppooppo的品类只有三个 他卖的最好的也也是刚才说到的smartphone 嗯heardphone还有clox 三星三星的品类比较多点三星品类有二二十三个 而他卖的最好的前三位呢是智能手机吸尘器和电视 这是价格的排位表 小米小米也有他的品的商品品类跟三星差不多也有二二十三个 卖的最好的前三位的产品呢 是smartphone headphone和tv 这个呢就跟三星有一点不一样了 是 这我们就来看一下呃 销销销销售额吧 销售额排前六的按品类 来看一下销售额排第一的智能手机排第二是冰箱 第三的是notebook笔记本电脑 第四是电视 第五是吸管机washer 第六是vacuum 是吸尘器 我们看一下在数码产品里面 嗯排前六的销售额排前六的这里面 我们会发现的一个是 就是headphone耳机和clox这两个东西呃 并没有进入到销售额排名前六里面 然后最后这一个是它的价格的一个呃排序从高到低 然后价格的部分的话基本上价格我只用一个图表展示 然后呃 价格有兴趣的话可以查查一下这份PPT就好了 这个就是2020年呃 源自于电商平台的数码产品 这一个数据分析最主要的是呃分析了 smartphone智能手机 然后嗯六六个品牌 三星华为苹果OPPO小米和荣耀 好这个就是今天分享